布加少爷在荒废的别墅遇到了一位美罗天仙的女人 女人说自己是少爷前世的情人,一直在等她的归来 但她究竟是人是鬼,令人瞩目不透 今天就为大家带来这部印度科特电影《著生梦蝶》 该片是印度宝莱乌第一部浪漫恐怖电影 由于影片对爱情的描述过于病态阴疫 该片曾一度争议不断,但如今却被奉为经典 虽然影片年代久远,画质很扎,但非常值得一看 话说在一条河畔有一座飞析已久的河岸别墅 有天一个名叫哈利的富家少爷买下了这座别墅 负责看护别墅的园丁向哈利讲述了一个悲伤的故事 大约在几十年前,有个男子建造了这座别墅 他把自己心爱的姑娘放在这里进屋藏教 从此每天午夜时分,男子就会来和情人优惠 可是有一次,男子的小船遇到了风暴,不幸顽固 在临死之前,男子充满事情地对情人说道 他们的爱情不会因为死亡的命运而就此终端 男子去世后不久,他的情人也因此一遇而终 从此这栋别墅就荒废了下来,再也没有人来过 哈利觉得这个故事非常离奇 但更离奇的是,当他看到那位前任别墅主人的肖像时 他发现这位房主人竟然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 就在这时,哈利突然听到了一阵动听的歌声 歌声气腕爱伤,像是在等待一个多年未见的恋人 旋转歌声的方向,哈利一路寻找了过去 最后在一个花园,哈利看到了那位一边唱歌一边当着秋千的女子 但是当她走近以后,女子就忽然消失的无影无踪 只有爱婉的歌声环绕四周 微波单样的河面有个女人架着小船渐行渐远 哈利用烟头烫了一下自己,发现自己并非在做梦 随后她又在一个房间里看到了那位女子 但女子好像有些紧张不安,随即又逃之遥遥 这个神秘的女子和那个悲伤的故事以及那幅画像 种种一切不禁让哈利觉得,自己可能是第一任房主的转世 但是她的好友认为,哈利一定是出现了幻觉 据说这栋别墅经常闹鬼 哈利很可能是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在好友的苦劝下,哈利最终决定离开这栋别墅 但是刚一坐上列车,哈利又听到了那个女人的歌声 歌声满汉深情的呼唤着哈利让她回到那个地方 女人的深情感染了哈利,她果断又返回了那栋别墅 这一次,女人没再逃避,她还轻摸摸的看着哈利 她说她知道哈利一定会回到这里,她非常确信这点 她让哈利仔细看看她,和她说说话,但不要碰她 女人似乎想让哈利想起一些什么 但就在这时,朋友也跟了过来,女人随即又消失的无影无踪 朋友指责哈利不该沉迷于虚妄又危险的幻梦 但是哈利无法控制自己,那个女子似乎和她相识 女子那双深情的眼睛,一下子就俘获了她的灵魂 朋友一把推开了哈利,让她清醒一点不要接近那些不干净的东西 朋友的好意惹动了那个女人 女人随后找到了哈利的朋友,警告她不要干涉此事 朋友立刻掏出手枪,结果却一枪打在了镜子上面 女人冲着她轻面的一笑,随后就扬上而去 为了探明真相,两人于是找来了看护别墅的园丁 但园丁却说,这一定是哈利出现的幻觉 她在这里住了40年,从未见过什么神秘的女人 哈利听后非常吃惊,但她依然认为这是她的命运 她将继续留在这里,直到彻底弄清事情的真相 后来有一天,哈利终于再次见到了那位女子 这时哈利已经身心疲惫,感觉自己已经遍临死亡 但她并不后悔,为了见女人,她连地狱都不害怕 女人似乎很高兴,于是把她领到了一个秘密通道 女人自称叫做卡米尼,是哈利前世的恋人 40年前,她的前世每晚都会通过这条秘密通道和她优惠 可是有一次,她的前世遭遇了暴风雨,不幸云命 后来她就转世投胎,成了现在的哈利 但是卡米尼没有转世,她的亡魂从此就一直在这里等待恋人的归来 卡米尼本来打算让哈利跳河自尽 这样一来,他们两人的亡魂就可以长相厮守,再不分离 可是转念一想,卡米尼又非常担心 也许哈利死后,她的亡魂也不一定能够留在这里 卡米尼于是想了另一个办法 就是让哈利杀掉园丁的女儿 这样卡米尼就能届时还魂 用园丁女儿的身体和哈利长相厮守再去泉源 只是有一点卡米尼有些担心 她害怕自己变了模样,哈利会嫌弃她,不再爱她 不过哈利肯定的说,就算卡米尼变成了毒蛇,她也绝不会嫌弃 随后哈利就告诉园丁,让他女儿明早送茶水过来 哈利已经决定为了卡米尼杀死这个无辜的女人 可是第二天一早,园丁女儿还没有来得及过来 哈利的父亲就率先找到了这里 哈利非常害怕父亲吓得摔下楼梯混淆了过去 父亲于是和哈利的好友将哈利接回了老家 看到儿子如此颓废的样子,父亲非常生气 他给了儿子一把手枪,让他要么杀掉自己以后愿意做什么就去做什么 要么就重新振作起来,不要再沉迷危险的幻想 哈利于是拿起手枪,连开了四枪 但他并未打死父亲,而是打在了自己的画像上 这一次,他决定彻底忘记那个神秘的女人 他应该去结婚过一种正常而幸福的生活 另一方面,哈利走了以后,卡米尼非常伤心 他整日在别墅里挨戈,期待哈利再次归来 可是不久之后,哈利已经娶了一位美丽的新娘 他已经决定重新开始生活,而非沉迷幻想 然而就在他打算揭开新娘的面纱时 众生再次敲响,他又听到了卡米尼歌声的呼唤 哈利因此没有揭开新娘的面纱,这是不想之招 妻子也感到受到了极大的侮辱,而且这仅仅是个开始 从那以后,每当午夜的众生敲响时 哈利就会想起那个女人 这让妻子觉得,哈利虽然是她的丈夫 但哈利的心从来也不在她这里,而在那栋别墅里 哈利也觉得对不住妻子,她决定和妻子问出旅行 希望这次远族能让她彻底忘记卡米尼 但不久之后,妻子就写信告诉姐姐说 这次旅行并没有改善他们夫妻的关系 哈利依然对她没有感觉,心里根本就没有她 这样没有一点感情的夫妻生活 让妻子越来越心灰意冷,变得阴郁而掩饰 直到有一天,哈利再次听到了卡米尼的歌声 她再也难以压抑心中的渴望 终于再次返回了别墅 哈利说她现在生不如死 这次她决定死在这里,以便和卡米尼永远相守 但卡米尼劝她,还是杀掉园林的女儿更为妥当 两人谈话时都没有注意到妻子就在他们身后 看到自己的丈夫为了另一个女人甘愿生死不顾 妻子感到万念去灭,对生活彻底失去了希望 她打算报复丈夫,于是就喝下了一小瓶毒药 她用尽最后的力气来到警局 告诉警察说,她是被自己的丈夫灌下了毒药 录下证刺以后,妻子很快就毒发身亡 另一边,第一天一早 哈利终于等来了园林的女儿 但就在她打算下手时,警察突然赶到 哈利随即被带上法庭 她被指控毒杀了自己的妻子 因为牵扯到园林女儿 她也因此被带到法庭作证 当公诉人接下园林女儿的面纱时 哈利不禁大事来一惊 原来这位不起眼的园林女儿正是卡米尼 事到鲁金,园林女儿也终于道出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她本名叫做丽莎 从小就跟着父亲在别墅长大 长久的孤独幽闭的生活 让她越来越渴望爱情 可是一个拼虎园林的女儿 没有人会看到其他 慢慢的,别墅发生的那起凄美的爱情 感染了丽莎 她开始把自己想象成那个女主人卡米尼 她爱上了死去的别墅的主人 爱上了花香里的人 直到有一天,哈利走进了别墅 她和花香里的房主人简直一模一样 丽莎立刻爱上了哈利 感觉自己就是在等她 她于是装神弄鬼 企图将哈利永远留在别墅 后来她怂恿哈利杀掉园林的女儿 起身是让哈利 揭开园林女儿的面纱时认住她来 以便将真相告诉哈利 如果哈利就此接受了她 她自然非常高兴 但如果哈利果真杀死了她 她也无言无悔 然而不幸的是 她既没有死也没有得到哈利 她的所有计划 因为哈利的妻子全部落空 后来法庭经过审判 最终裁定哈利毒杀妻子罪名成立 她将被处以侥刑 此时此刻 哈利早已原谅并爱上了丽莎 而且她坚定的认为 他们前世一定是一对恋人 就像当年房主人死前对卡米尼说的那样 她死之后会得到重生 并再次回来寻找恋人 即便经历万千轮回 她也绝不会忘记这段感情 丽莎听了以后非常感动 她此刻也不由得相信 自己就是卡米尼的转世 只可惜这一世 他们依然要面对胜利死别 不过她已经做好了准备 她将和爱人一同复死 但是哈利听后 并不想看着恋人为自己而死 她最后拜托好友和丽莎结婚 只要丽莎过得幸福 她就宁愿忍受一切的痛苦 然而事情就是这么凑巧 随后不久 警方就收到了哈利妻子姐姐的消息 从哈利妻子写给姐姐的信中 可以看出 哈利的妻子其实死于自杀 并以此报复丈夫 因为这条线索 哈利最后被无罪释放 但当她回来寻找丽莎时 她已经成了好友的妻子 命运似乎又和她开了一个玩笑 两人总是这样错过 似乎永远也无法相爱相守 虽然朋友说要弥补哈利的遗憾 但此时此刻 哈利早已不知不觉中离开了人世 她的眼睛不肯闭上 依然盯着丽莎不愿释怀 就连朋友也不禁感叹 哈利心中的爱到底有多么深沉 朋友最后替她闭上了双眼 然后就离开了这里 这时的丽莎 马然无助心中死灰 这一世 她又错过了自己的恋人 她将继续留在这栋别墅 等待哈利转世的再次归来 只是不知道这一等 又将是何年何月 能够再与良人 电影也到此结束 该片在印度影史上 具有特殊的地位 她开创了印度 浪漫哥特恐怖电影的先河 并且还成就了一位 国宝级女歌手 拉塔·曼吉西卡 以及本片的女演员 马杜巴拉 她当时只有16岁 她被称为印度最美的女演员 印度电影界的维纳斯 只可惜应年早逝 好了 本期的故事就到这里 喜欢的记得点赞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